郑师傅的车子是一辆老款的奥迪A6 左前轮这里的翼子板有擦痕 左侧两扇门也有一条长长的擦痕 他说自己是8月6号早晨发现情况的 当时怀疑停在地库里被别的车刮擦了 找我去看监控 然后我们跑到监控那边呢 他说你们这里没有监控的 他说黑屏全部你看都坏掉了 他说你找不到 那我说这个事情 我说我要问我也来怎么个情况 对不对 郑师傅居住的横堂警院在简桥这里 是回前安置小区 没有固定车位 先到先停 他说平时没有得罪别人 应该不是有人报复 他想了一夜 越想越不对劲 第二天又去找了物业 第二天我去找物业 物业说这个事情我们管不到 他说我们是提供停车位 不保管车子 在浙江昌龙物业办公室的门口 有一个温馨提示 其中写明 本停车厂无需为被驳车辆承担任何损失损毁 及遗失责任 那我说你们这个事情不是你们事情 我也不是说叫你赔 我是叫你们给我监控掉出来 到底哪个车给我碰掉的 郑师傅说就因为这样 车子拖到现在都没有去维修 他找修理厂看了一下 油漆做一下估计要两千块 我们小区里面很多那个设施啊什么东西啊 我们都都有打报告的 打报告上就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 打报告给社区 对 不是我们物业公司出钱的样子 物业费是一千多块钱一年嘛 您多大房子 我是60多房嘛 郑师傅有点纳闷 物业费停车费都正常在交的 小区里的设备维护 怎么都成了社区的问题 记者陪证师傅找到了恒唐社区 工作人员表示领导不在 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后来物业的一位州主管打电话做了回应 他说小区的监控损坏问题 在他们入住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这个可能是前台他不太清楚这个情况 现在我打电话跟你解释 接手这个恒唐警员呢 也是第二任的物业公司 现在物管会呢 我也跟他们说起过这个事情 就说能不能动用一下维修基金啊 或者怎样啊 维修这个监控设施 因为的确是线路上有很多问题 然后呢我们后来起草了一份工作 联系喊给业委会 然后他们拿到社区 就说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给我们的回复 就是敲了一个章 然后就说因为资金庞大 还要协商这个资金到底怎么出 然后这段时间呢 那个物管会的一个领导呢 也跟我沟通过 他说他们在商量一下看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我刚才能帮 ninth了